同家少爷从美国留学回来 接手公司的两三年时间 把同事规模扩张了近三倍 你看那帮女人 都是冲着她来的 那你呢 她家和郑明家是世交 两个人是发小 而且她不喜欢我这类型的 我没必要自讨没趣 你看 这就来了个不自量力的 不好意思 原家路宅 真是倒霉 她都这么没礼貌吗 连个招呼都不大 那你也要看她是什么人呢 曼君 我想起来了 你也是做过同少爷车的人啊 这么好的先天优势 我怎么给忘了呢 咱赶紧去 走吧 你可别忘了 她把我从车上赶下去 差点明明见见了我 董总 合同我已经准备好翻你公司了 等你消息 董总 今天这个场合就不要谈工作了吧 梁总 也不是都已经结婚了吗 逢场做戏嘛 大家在一起 隔壁曲高何寡呢 要是今天梁总能追到这个女孩子 今天再当务败卖 谁说佟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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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姑娘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 美女归心啊 我这个朋友姓阮 叫曼君 曼君 这个是迎风集团的梁总 阮小姐的名字很好听啊 就好像是小说里走出来的一样 别致 优雅 我不喜欢看小说 曼君 又是一场猎人 与猎物的游戏 可惜了这么美的地方 也就帮人糟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人的自愈能力真强 受了伤流了泪 这么快就恢复了 今天都跑到这儿 来挑选下一个猎物 不过既然都已经来了 是不是应该积极一点 毕竟谁都不会傻到 把钱主动摆在你面前 你凭什么以为 我来就是为了你那点钱 就算你愿意做猎物 而我也不屑在这里做猎人 说得真漂亮 估计摆出一副清高的姿态 更容易达到目的 是吧 到底是比里边那些人聪明了 你也是从里面出来的人 就算是孤方自赏 我也不是一个人 你说你早上款的来多好啊 我这一在婚礼线上人才两十人 沦落到今天要来到这里 被别人当成户屋 为人挑选 这就是你们廉价的感情事件 只剩下消费跟消遣 我真是替你感到悲哀 曼君 曼君 我 Date 曼君 我按照你 真是替你 曼君 我说得乖 我 towards你 我原来就录你 我看我 我可以把你带来 我可以带来 我带来 好朋友 喝一喝啊 软小姐 请你跳个舞吧 对不起 我不会跳舞 在这个地方玩这种 欲擒故纵的小把戏 没意思 我免费教你啊 就是不知道软小姐的身子 是不是和名字一样软呢 请您自重 来吧 先生对不起 臭女 算什么东西啊 老闹看了心才叫你跳舞 等着 这个怎么样啊 够吗 我来替梁总买的 是啊 对 是啊 唉 哎 哎 我去家啊 听你们听我们来听 啊 我去家看了 在里面 啊 哎 好 卡 物归原主 你慢点 慢点 喝大了吧 知不知道你刚才干什么了呀 回想一下 我 你干吗了 不就是扔了一张卡吗 对 你疯了 你知不知道你疯了 刚刚扔的是什么卡 你看清楚了没有 我就应该把那张卡扔给你 对吗 对 我最爱的物丝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 先坐下来 坐下来 慢点慢点慢点 坐下来我再好好跟你说道说道 你知不知道你刚刚扔的那张无线卡 就这样 轻轻一扔 就是扔掉了我后半辈子的梦想呀 多多啊 我真的是你的梦想吗 对啊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就是那种过了今天不想明天的人 这就是我的梦想啊 可我的梦想呢 就是好好地工作 然后呢 查清楚沉浮的案子 要当一个真正的律师 我说你真的是喝大了 阮半军 你是天真还是真的傻呀 现在哪个女人不为了自己算计 找个有钱的男人 过着幸福的生活 就连男人 都已经可以为了钱找别的女人了 这个世界上的规则 就是这么的唯利是图 可是在我的世界里呢 这不是我的规则 我要是为了钱 我还能变成现在这样吗 现在怎么样啊 现在挺好的嘛 一个人孤苦伶仃 身无分文 一无所有 好 好吗 我一定要好好的 活给他们看 叫男人跟爱情见鬼去吧 行 酒气散了吧 明天姐就给你安排个鬼 相亲去